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新闻01台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一表示 在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后 美国将立即审查制裁法律和当局 并采取适当行动 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过去的十年中 基于民主的进步 美国取消了对缅甸的制裁 这种进展的逆转 将需要立即审查 我们的制裁法律和当局 然后采取适当的行动 据苹果日报报道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日前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 当前中国人均收入 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仍比美国低很多 但他认为中国的起点低 只要维持发展态势 发挥现有优势 利用双循环策略 相信到2049年 按市场汇率计算 中国人均GDP 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 他又指出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 因此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 将是美国的两倍 林毅夫指出 中国不同城市之间 经济水平有差距 沿海城市生活水平较高 相信到2049年 这些城市的人均GDP 将达到美国同等水平 届时中国仍有一半地区 与东部沿海城市 及美国存在差距 他认为差距代表有潜力 显示这些城市经济 可以快速发展 他又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对其他发展中国家 有参考作用 林毅夫又认为 中国的疫情应对工作比较好 疫情令中美的经济增长 差距扩大 相信中国经济规模 超越美国的时间 有机会从2030年提前至2028年 疫情严重冲击美国经济 令美国去年GDP下跌2.3% 中国去年的GDP 则有2.3%的增长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 将与10名共和党参议员会面 这10位共和党参议员 提出公布总金额 为6000亿的纾控案 取代总统拜登推荐的 1.9万亿版本 此举议时 在公开场合呼吁国家团结 自诩善于斡旋 两党调和协议的拜登而言 无疑是一个考验 综合每日邮报 及华盛顿邮报等传媒报道 以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 克林斯为首的 10位共和党参议员 31日宣布 他们计划于2月1日正式公布 他们对拜登1.9万亿 巨大额度纾困案的反推荐 提出总额 约为6000亿元的纾困案 他们在给拜登 发出的联署信中 要求与他会面 并称他们提出的建议 是认可他呼吁团结的具体行动 这10位参议员 在联署信中写道 我们希望与你和你的政府 真诚合作 以应对新冠疫情危机 带来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挑战 据报道 共和党人这个新提案 删除了共和党反对的某些内容 如将联邦最低时薪 提高到15元 还将拜登推荐给 合资个民众 每人再发1400元 纾困支票的金额降低至1000元 同时大幅收紧 获得资助人士的资格 只有个人年收入5万元或以下 付近年收入10万或以下的人士 才可活发 新提案还推荐 将拜登提议的联邦 每周400元的事业津贴 恢复至300元 同时将拜登提出的该福利 延长至9月 缩短至6月 白宫新闻秘书 詹安普萨基周日表示 拜登已与克林斯进行了交谈 尽管拜登希望全面交换意见 但普萨基重申 总统仍然支持继续推进 意义深远的救助方案 据路透社报道 白宫前高级顾问 美国前总统的女婿 贾里德·库什纳 与其副手 美国中东特使 艾维·贝尔科维兹 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因为他们去年 在以色列与几个阿拉伯国家 关系正常化谈判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们的名字是由美国律师 艾伦·德肖维兹提交的 德肖维兹是美国前总统 川普的支持者 他有权以哈佛法学院 名誉教授的身份 提名诺奖候选人 在中东国家与伊朗 长期对抗的前提下 促成以色列与阿拉伯多国 签署关系正常化的 亚伯拉罕协议 被认为是25年以来 中东地区最大的外交突破 据美国之音报道 台湾国防部网站 及时军事动态栏目公布 中国军机运八反潜机 一架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台空军派遣空中巡逻队 兵力应对广播驱散 防空飞弹追尖 同一天共有三架次 美国军机也出现在周边空域 其中侦察机二架次 加油机一架次 另据台湾国防部 1月30日首次针对美国军机 进行披露 当天有6架中国战机 和一架美国侦察机 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从两天的披露信息来看 均没有美国军机的飞行路径 台湾官媒中央社 引述学者林佑颖苏子云的分析 中共军机动态 有时不完全禁止台湾 也有可能针对美国 他们认为 如果加入他国动态 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区域全貌 据中央社报道 台湾军方也强调 公布美国军机动态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让国内国外关心此议题的民众 能够了解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动态 据台湾军方说 公布美军机的动态 也让此区域的状态更加清楚 并无其他特殊用意 因为台湾当局面对中共的威胁 并未有所改变 各位观众朋友 这里是美国新闻林医台 欢迎您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美国之音引述香港南华早报 1月31日报道说 中国最高级别的传染病防控专家 钟南山医生透露 他将于3月份和美国总统拜登的 首席医学顾问福气医生 共同出席一次线上论坛 钟南山医生在广州举行的 新冠疫情防控活动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和美国的福气医生在疫情防控方面 持有一些相似和共同的观点 预期将会在下个月 由英国爱丁堡大学主办的网上讨论上 对此进行对话 媒体注意到 英国爱丁堡大学在其官方网站上也已宣布 这两名美中顶尖科学家 将于3月2日在该校举办的 虚拟研讨会上发言和讨论 钟南山医生还透露 他将于下星期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专家 讨论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问题 媒体援引钟南山的话说 如果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能够出现转机 这对整个世界来说将是一个好消息 钟南山同时表示 他认为拜登政府已经把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 当作其首要任务之一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1月31日宣布 新一组律师将在国会参议院对他的第二次弹劾案审判 为他辩护 经常在电视节目中担任法律评论员的戴维舒温 和宾夕法尼亚州一名前检察官布鲁斯·卡斯特 将在下星期开始的审判中代理川普出庭 两位律师周日通过川普办公室发表一份声明说 他们对代理这一案件感到荣幸 前总统川普因1月6日人群闯入国会大厦事件 正面临怂恿叛乱的指控 作为审判检察官 众议院弹劾案经理人需要说服至少17名共和党参议员 投票弹劾川普 因为参议院还需要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弹劾 才能判定川普有罪 一些共和党人反对这项弹劾案审判 称该程序违反宪法 因为川普已不再是总统 川普是第一位被两次弹劾的美国总统 去年他因滥用权力和阻碍国会运作的指控 第一次被弹劾 但参议院判定他无罪 据星岛日报消息 多名共和党消息人士表示 前副总统彭斯将在不久后 筹足非盈利性质的筹款委员会 为2024年问鼎白宫铺路 综合NBC与雅虎新闻报道 知情人士形容 彭斯当前正在美署维京群岛度假 然后将返回家乡印第安纳州 相信未来几个星期就会宣布下一步打算 包括成立筹款委员会 以便他与共和党政治捐款人保持关系 一旦四年后决定竞选时 可以随时借助这方面的人脉 另外也可能写书 从而维持自己的曝光率 消息透露 彭斯构思中的委员会属于慈善性质 可以环绕某项政治议题展开倡议行动 捐款来源也可以保密 只是不能为特定人士助选 由于川普也暗示会再次竞选 他与彭斯两人之间的交互受人关注 在川普执政四年来 彭斯一直保持忠心耿耿的形象 但两人的关系在1月6日的冲击国会事件后 开始变质 国会正对川普发起二次弹劾 外界不排除民主党可能传召彭斯做共 或者去向国会提交声明 分析相信 彭斯即使接到传召 也会以行政特权为由拒绝做共 但他的幕僚未必能以此做党监牌 另一个关注焦点在于两年后的国会中期选举 川普曾扬言报复这次背叛他的党内议员 彭斯会否为这些议员背书而与川普对峙 也是政坛观察的重点 据星岛日报报道 尽管全美1月份新冠病例在减少 住院的人数也在两个月内首次减少至不到10万 但死亡人数却创下于9.5万的新高 成为自疫情爆发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 综合CNN及纽约时报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 1月份共有逾95245人死于这种病毒 远超12月时的77486人 新冠病毒迄今在美国已导致至少441282人死亡 统计还显示 到1月31日全美感染新冠病毒的个案超过2620万宗 好消息是 当前住院人数比1月初的创纪录高峰时大幅减少 每天的检测人数和阳性检测率也在减少 这些趋势证实了感染速度正在放慢 不过过去7天的平均每天死亡人数仍然超过3000人 相比去年9月及10月 每天死亡的人数少于1000人 专家认为 放慢趋势可能标志着疫情已经到达转折点 不过随着传染力更强的变种病毒在美国出现 如果这些变种病毒在美国扎根 而全国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不顺利 则有可能使疫情再度反弹 感染个案将再创新高 新冠病毒跟踪计划的数据显示 时至30日 新冠住院患者共有9.7万 这是住院人数自12月1日以来首次低于10万 但7天的平均每天感染新个案 仍与12月1日时持平 FDA疫苗顾问委员会委员奥菲特预期 由于当前正处于冬季 如果人们不遵守社交距离 及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预计未来6周或2个月的疫情将会十分严峻 它估计可能还会有10万到15万人死亡 而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和评估研究所 做出了类似的估计 预计未来2个月 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约有12万 健康专家再三敦促人们严格遵守戴口罩 及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 由疫情防控中心发出的 规定两岁以上的人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 一定要戴口罩的新命令 将于2月1日晚间开始实施 综合媒体报道 美国纽约出现即2016年1月以来最严重的大雪 市长白思豪周日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封闭多条道路 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也要延迟 他表示 这是一个不可低估的风暴 严阵以待 这是一个危险的风暴 他又预料周一情况更严重 呼吁民众没有必要不要外出 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古德曼预料 将会有几场大雪 一场会在天光时降下 接着一场会在临近中午 而后一场会在黄昏 预测周二晚积雪会超过半米 所有国营疫苗接种地点的预约都会顺延 有关人士会收到电邮或讯息通讯改期 医院的新冠疫情检测中心会继续开放 其他临时检测地点都关闭 部分提供检测的私营诊所会更改营业时间 部分铁路服务会停止运作或减少班次 感谢观看今天的美国新闻01排 请点赞订阅